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三野美食 馒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主食之一 我们大多数人早餐都是喜欢吃馒头 方便又快捷 可是我们一些上班族的朋友们 他们为了省事和赶时间 就会多做一些馒头 或者是去外面买多一些的馒头 放在家里保存 但是保存馒头很多人放冰箱都错啦 今天我们就来教大家一招 牢记一个小窍门 放一个月都不干硬也不变质 和新鲜的一样 寻软好吃 大家就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很多朋友保存馒头呢 都是像这样 直接用个碗或者是盘子穿着 就往冰箱里一割 这样呢不仅这个馒头呢 容易创味并且还会滋生很多的细菌 放的时间长一点呢 馒头呢就会变质发霉 那么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什么呢 首先呢我们要把需要保存的这个馒头呢 给它放置自然凉透 这个馒头确保放置自然凉透之后呢 然后拿出我们家里面的保鲜膜 把这个放凉的馒头给包裹起来 这样可以阻隔馒头与空气接触 切记我们的馒头一定要放凉 要不然这个馒头里边有热气的话 这样包了之后呢 它就在里面呢形成了水珠 这样保存馒头呢 它就很容易变质 并且容易发霉 我们用保鲜膜将这个馒头一个个拔好 并且把里面的空气也排挤出去 我们全部用保鲜膜给包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准备一个厚一点的食品保鲜袋 把包好的馒头呢 装到保鲜袋里 然后我们再排挤袋子里边的空气 尽量让这个袋子里边没有空气 然后呢 扎紧带口 让它既粘实些 不能让这个袋子里边呢漏气 这样就可以防止我们的这个馒头呢 水分流失啦 并且还可以阻隔外界的细菌 嵌入馒头里面 像这样弄好之后呢 弄好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这个 冰箱的冷冻室里放啦 我们的馒头这样保存呢 半一个月它都不会变质发霉 我们想吃的时候呢 我们就提前半小时把它给取出来 这样呢我们完全是可以 打开袋子了以后呢 我们需要一两个就把一两个给取出来就可以啦 其余的这些呢一样也是把里边的空气给排挤出去 一样把它记紧 这样继续给它放在冰箱里保存就可以啦 我们给它化冻了之后呢 再解开这个保鲜膜拿出去 拿去蒸锅上里热一下 或者是微波炉中热一下就可以啦 像上班族的话呢 早盛起来 先从冰箱里把馒头拿出来 解冻 然后刷洗完毕了之后 再把馒头拿去热一下 换完工作服呢 就可以 边吃边下楼去上班啦 非常的方便 这样保存的馒头呢 就和猩猩的一样 蓬松熏软 味道也是一样的纯准 好吃 就和干出锅的一样 看完我的视频保存馒头以后 可别再弄错了哟 如果你有更好的保存方法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 让我们跟同学习更多的美食知识吧 我们下期再见咯